这样子书老师 我们就来看看哪些指挥命格的人 适合从事法律方面的工作 各位有志做律师的朋友 来看一看你们的事业工 适不适合做律师 第一个事业工 有破均心的朋友 其实当律师 刚刚两位朋友都说了 想要帮助人 对不对 破均就是正义的化身 我来帮人 其实像马律师本来做警察 警察其实很难当正义的化身 因为好莱坞演的 警察抓的人 律师来就被放走了 所以不只是正义的化身 破均还有一个坚持原则 因为律师可能会有很多 威逼利诱的问题会出来 你看法律跟道德 其实是保护弱势团体的两大工具 可是往往那些有钱人 可以利用法律跟道德来欺压那些弱势 那这样讲我跟你打官司 你是你没有钱你请一个什么律师 我这边有钱我请三个 是 就是报应 因为你武器不对等 我拿刀小刀 结果你拿的是开三刀 那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觉得 现在我们职业久了就发现 的确有这种倾斜的现象 倾斜 你不用吵架你都吵输了 往往钱人方向倾斜 我们去开庭 你要看有些重量级的被告 其实虽然是把关高高在上 我们去看律师占一排 你到后面看你就觉得那个气势 不一样 后面看绝对不一样 所以你看好莱坞有个叫 魔鬼代言人的电影 你们看过 基罗尼为演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 不只是要正义化身 还得坚持原则 否则的话 就像魔鬼代言人里面演 他只要一走入邪恶的部分 他就变善良的歹人了 就跑到黑暗面去了 就跑到黑暗面去了 但是其实不止律师 而是律师常常面对的 就好像负面情绪 一定要打赢嘛 对不对 所以刚刚讲到 法律跟道德 虽然是为了保护弱者 可是往往被强者利用 来得到自己的好处 再来 当律师的 因为当律师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思虑要周详 你看今天打一个案子 上去法庭辩论 我会讲什么 他会讲什么 来来回回 一旦有个地方讲错了 或者讲不出来 就前功尽弃了 所以心系如法 思虑周全 就是变得一个很重要的 你不能只想前面三个步骤 你要整个杀盘推演 那个动作做得要很多 而天机这样的一颗星 就是思虑最好的一颗星 是 再来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其实你刚刚在问我说 他到底该唱歌 还是该当律师 剧门你看他 我有 事业工作剧门 所以老师的意思是 叫我保护我宽宽 给你两个证论书的 都是 我给你告诉剧门这颗星 我们以前节目都讲过 就你把办公室关关了 他直接出去卖场 他又可以当律师 又可以当歌星 两个都可以 为什么 Michael Jackson也是 可是律师也是 Michael Jackson 其实我研究 我有很多上市公司的客户 法务室 我去研究 几乎剧门 就是都是第一名的 天机是第二名的 为什么 这就叫支援型 因为剧门刚刚讲的 就是多言善变 善变要很重要 你基本上 你要从不疑处中有疑 研究心要很旺盛 所以剧门 古时候的人不喜欢 是因为以前 孔子认为巧言定色不好 对 但现代人来讲 律师反而是很好 为什么 你就要看人家的脸色 你要去猜想 而且要知道怎么回应 所以剧门 你看 唱歌也可以 律师也可以 你两边都贪钱 这样不行 你硬盘跟Michael Jackson 一样这一招要学下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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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